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掌握国际消息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再次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 而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菲律宾有四艘的船只 在10号进入了仁爱礁临近海域 却无视陆方的警告突然转向 而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虽然发出了高压水炮驱离 但是菲律宾的海警船还是故意冲撞了陆方的船艇 导致发生撞船意外 而这也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连续两天在南海发生冲突了 等于南海的紧张情势持续升高 继续来掌握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昨天南韩首尔跟日本以及南韩的官员 举行了三方的会谈 而苏利文特别说 华盛顿跟亚洲的盟友将挺身而出 要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 好我们可以听到朱利文在这个此行的会晤室 南韩跟日本的国安高层主要商讨北韩对区稳定的威胁 而这个报道也声称 华府的官员认为 2027是中共大陆可能会武统台湾的时间点 针对台海情势 朱利文强调 美国会坚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